打造品牌对冰藤而言是在创造企业的价值 品牌的建立有助于企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养分 一个良好的品牌可以创造多盈的局面 在市场面而言 消费者可以用更合理的价格 去购买到更优质的产品 以及更安心的保障及服务 在销售面 借由品牌的加持 销售系统可以更轻松的推广与销售 从以前主动去推销产品 变成是顾客自行上门询问 在企业而言 因为品牌的光环 企业的员工的向心力以及宁记力会更强 同时可以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达到让企业更精进 同时营收可以持续的成长 所以打造品牌这条路 冰藤会持续不断的坚持走下去 冰藤在打造品牌的一个过程 所遭遇到的挑战 就是对内部人员的沟通改变 以及对外品牌知名度不足这两个面向 首先我们从人员沟通来谈 品牌是从上到下需要全员参与的 绝对不是只有高层去规范而已 所幸我们的经营者非常支持品牌的经营 然而内部的同仁通常已经习惯 长久以来所累积的做事模式 也不会觉得改变新做法会有多么的重要 反而会觉得改变是多余的 是增加麻烦的 而不愿改变的心态 这时候沟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公司内部不断的透过内部的会议 教育训练 共赐营等活动 搭配外部的辅导顾问 一点一滴的慢慢累积 不断传递品牌价值的一个重要性 也让同仁愿意从内心开始慢慢的改变 虽然沟通的过程非常的花时间 但是看到团队一点一滴的向前走 是非常的值得 再来 冰藤公司在业界的品牌知名度比较不足 消费者也通常有国外的月亮就是语言的品牌迷思 因此这几年来 我们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来做提升品牌价值的工作 例如从参与品牌药费计划 第二申请奖项 这几年下来总共荣获了六座台湾金瓶奖 一座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奖 台湾金庚奖 经销商的一个扶持 以及持续拓展开发新兴的国际市场 以及数位O2O的行销等专案的展开 无非是不断的要将品牌的价值 不断的提升 让更多的人看见 冰城公司有幸从2019年的品牌台湾计划 到2020年的品牌药费计划 连续入选两年 透过政府的资源 经费的支持 与外部的品牌顾问辅导 将内部不足的部分 透过系统性的辅导与学习 不断的在品牌经营的道路上辞之以恒 也希望更多志同道合的厂商 共同来参与 互相学习 共创品牌的价值